总理,不好意思,再回到刚才那个生育率下跌的问题, 我不晓得说,政府接下来会不会再推出出台更多的一些措施来鼓励年轻夫妇? 我们措施正在推出的过程中,比如说学权教育和托儿所的服务, 我们已经增加津贴,已经在扩建更多的托儿所和学权教育的中心了。 可是我看还是有不少的孩子还在排队等待学位或者等待托儿所的位置。 根据陈正生告诉我说,大概有9000多个孩子在排队等待。 所以我们在以后的两三年之内,我们还会增加不少托儿服务, 可能两三万个托儿服务的位置。 我看这样对父母亲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今天的妈妈很多都想继续工作,所以孩子生的时候希望回去工作。 不一定每一个家里都有佣人,也不一定每一位奶奶或者婆婆愿意去照顾孙子。 尤其现在妇女生育年纪大了,所以爷爷、奶奶、婆婆,他们年纪也大了。 五十多岁看孙子还可以跑来跑去,六十多岁看孙子可能辛苦了一点。 所以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托儿服务,这个我们会尽快地去扩建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